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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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美味的笋是如何得到的呢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浙江省铜炉县恒村镇一探究竟 这里山清水秀更是著名的竹笋产区 这些在地面上露出鸡脚 黑褐色的细肠状的家伙就是竹笋了 别看他们在地面上只有短短十几二十厘米 在地底下还深藏着一大截呢 要挖到完整的笋可不是那么容易 记者向挖笋的师傅仔细请教了起来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先把笋挖开 把笋周围着这个笋挖笋 挖笋 挖笋 反正你看到笋乱 你就去挖笋 对对对 这个学习大 对吧 这个学习大 一番学习之后 记者也熟练掌握了挖笋的技巧 他挖出来的笋 长度 完整度 都受到了师傅的表扬 这下他可是越干越起劲了 经过一上午的劳动 他收获还不少呢 带着辛苦挖来的笋 记者来到了恒村镇的一家 竹笋加工厂 在这里 记者能找到答案吗 姐姐 你好 请问您是刘先生是吧 对啊 您这边是在做一个笋产是吧 对啊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中间电视台 我爱发明栏目组的 听说您这个笋产制度 规模比较大 今天刚好挖了一些这个竹笋 我能去看一下 我们平常挖的这个竹笋 怎么变成我们平常吃到这种美味的吗 我带你去车间去看一下 那我还要带着我这个 早上挖的这个竹笋吗 那就不用带来 车间里一片忙碌 刷厂的老板刘师傅 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竹笋加工的过程 不过这些都是后续的工序了 他说最费事的其实是第一道工序 包笋 记者又回办公室 拿着自己挖的笋 跟刘师傅一起来到了 包笋车间 这个就是您说这个 拨笋是吧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拨笋 但是我看这个拨笋 都是人工来拨呀 那现在没记住这个人工拨啊 这样人工拨 我能来体验一下 学习一下吗 行 可以 你能跟我说一下 这个拨笋对一些什么研究 用刀先划一下 这个划的力度 注意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再把它做划 然后下面老的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看来包笋这道工序 可没记者想的那么容易 还是个技术活呢 不但需要注意安全 时刻小心被刀划伤 它得用合适的力度和方法 才能又快又好的 把笋壳包掉 我自己也有 也有这个挖一些笋 我来试一下 好吗 在大姐们的指导下 记者也开始有模有样的 包了起来 那我这个 感觉 就不好 对不对 包了一阵 记者就觉得是 腰酸腿麻 这些在损场 长时间工作的大姐们 又是什么感受呢 你好 请问您这个拨笋拨了多久了 已经拨了好几年了 那您觉得这个拨笋 就是每天这样拨累不累啊 累 手又痛又深 这个手痛主要是什么痛啊 手指甲 因为它这就是用手指甲拿来拨的嘛 就是手指甲要把这个掰开 然后扣下来 这个指甲会比较控制 对 如果遇到特别纤细的笋 不方便用刀的话 该怎么办呢 记者学到了一个好方法 就是沿着这个笋 就是好嫩啊 哦 这样是吧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番学习取经之后 记者想起 自己早上挖的笋 都还没包完呢 又开动了起来 可是记者笋没包多少 还一个不小心 把手都给划破了 没想着用机器来剥吗 想过啊 刚现在关键问题 没找不到这样好的机器啊 我自己找不到啊 你们这个节目呢 我也经常看 你看我现在关键 我这个要求很高 在国外 我也节目上 也没看到过这个机器啊 后续的切损 包装 运输 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 只有包损这个环节 是人工的 看来确实是比较麻烦 我们能不能找到 可以包损的机器呢 第二天一走 我们的记者就开始行动了 功夫不负有些人 没过多久 我们就有了线索 听说最近有人发明了一台嘛 他就是 他就是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就我们附近的叫周金帝 周金帝是吧 那我们能去他们家看一下吗 他们家怎么走 就是往前面走管 要是找不到的话嘛 再找个人打听一下 反正不见人多认识 好 您知道有一个叫周金帝的人吗 就是住波损机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 波损机 对对 我同村的 往前走转一百米就到了 是吧 您见过这个波损机吗 见过 怎么样了 这个很快 是个比较快 而且比较均匀 还没见到机器 就先听到了对它的称赞 我们的期待 又增加了好几分 你好你好 请问你是周师傅是吧 对 你好 我是那个 我作为电视台 我还发明栏目组的 我听说您发明了一个 可以拨损的机器 对不对 对 我能去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发明人周金帝 发明项目 竹笋包壳机 眼前这模样怪异的大家伙 就是我们要找的包损机吗 看起来只是几根滚着的排列 它又究竟是怎么把笋壳给包掉的呢 那这就是您跟我说的 这个可以拨损的这么一个发明 对吧 对 那我看这个还把它盖起来了 这是不让我们看吧 那不是不是 这个是为了安全烤 里面它有一个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带动这个里面的飞轮 飞轮在带动这个滚轮 滚轮转动以后 绳从这个地方放下去 滑下去以后 在这个地方因为滚轮的特殊机构 它可以把这个绳的弱跟壳互相分离 壳就往下掉下去 那个热就慢慢滑出来 到这里自动滑出来 这样子 周金地发明的包损机 油带一定角度的倾斜底座 可快速旋转的滚轮 以及动力系统组成 滚轮相向而转 持损更容易受力 同时滚轮内还不有锋利的刀具 损被放入滚轮上方后 由于自身的重力 以及滚轮的摩擦 滚轮上的凸起的锋利小刀具 可以轻松刺破笋壳 将其剥掉 又因为刀具的长度 经过多次测试而确定 与笋壳的厚度相当 所以对笋肉 笋伤较小 看起来这个设计是很不错 那实际使用 效果究竟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自告奋勇 想先来尝试一下 记者一使劲 连开关都拉下来了 这发明能行吗 在周师傅的指导下 记者小心翼翼的放下竹笋 果然顺着滚轮往下移动的过程中 笋壳被剥掉了 等等 这笋壳是剥掉了 可笋也被破坏了 原来因为使用前 周师傅忘记给滚轮浇水润滑了 滚轮过于干燥 表面摩擦力太大 就会使笋的通过时间变长 笋与滚轮带刀具的表面 接触时间长了 笋肉就容易被破坏 浇点水后就完全没问题了 看来是虚惊异常 其实我发现我刚刚饭的时候 它那个就特别响了 你先拨了一下就被夹住了 就一撕就开了 撕下去了 小头下去很容易拉下去了 我们一般都有选择性的 就它会被滚轮夹住 然后就把它容易夹住一点 这样 大头往下 按照周师傅说的 把大头先放入的话 这个包笋机的效果 看起来还不错呢 笋壳包得很干净 笋肉也很完整 看来得赶紧通知 苦苦学密包笋机器的刘师傅了 这时已经是快天黑了 不过刘师傅还是赶了过来 刘师傅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机器 您看一下 哦就是这样 对对对 我们要不来让这个发明人 给你演示一下好不好 周师傅 周师傅 您过来 您给这个刘师傅 他想要一台这个波笋机器 您给他演示一下好不好 是能拨下来了吗 这个是符合你的要求吗 哎呀 这个是好像是锁的声 是锁的 哎呀 我要求不能不锁的 我要求不声的 这个不声的机器 市场上现在已经 人家已经做出来了 原来刘师傅说的要求很高 是想要能直接包生损 这机器能做到吗 现在生的可以试一下 现在周师傅拿来生损 放入机器中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哎 这个不行 这个生的不行 扑不下来 可以不生损的设备 我都没听说过 就凭你能造得出来吗 花了几年时间 倾注了那么多精力 好不容易造好的包损机 包损效果却遭到了质疑 周师傅受到的打击 可想而知 现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 必须尽快造出 可以包生损的机器 他能成功吗 发明这条路 既然已经开始 肯定不能放弃 他重新进入工作室 画图调试 又倒过了起来 刘师傅说的 连大工厂都无法做出来的设备 他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能做出来吗 又会做成什么样的呢 记者心里也替他打鼓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 周师傅就打来电话 说机器已经改好了 邀请记者再去他家 邓师傅 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你这个机器改是怎么样了 可以了 可以了是吧 你先让我去看一下 好请了 这个就是新改进的是吧 对 我看 这一部分 这部分是新加的是吧 对 它是有什么作用 它就是那个绳 从那里放下去 它滑下来的时候 给它起一个按压的作用 周金帝在第二代包损机上 增加了一个下压装置 下压装置 由滚轮动力系统组成 在下压装置中 巧妙地使用了弹性结构 包损过程中 损受挤压后 与滚轴的贴合更紧密 从而可以迅速包掉 坚硬的生损损壳 现在效果很好了 要不你把那个刘师傅叫过来 让他来看一下 试一下 可是刘师傅他要求很高呢 他说 得是很好的产品 他才会满意 那咱这个现在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要不然咱们先试一下 如果好的话再叫他过来好不好 行 周师傅自信满满 马上就要把机器拖出去 演示一下 就在这时 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一个情况 机器后方的两个支架有小轮子 前方却没有装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样的话 机器既方便移动 需要停下时 又很容易自行固定 这次连细节都做得这么巧妙 看来周师傅是志在必得呀 在所准备的材料中 我们经过对直径长度的测量 发现黄瓜 瓶装水 竹筒 这三样东西 与普通新鲜竹笋的外形接近 打算对它们进一步测试 我们的测试从硬度 抗摔能力 抗击打能力 这三方面进行 经过这一番测试 黄瓜很显然是最脆弱的材料 在各方面都弱于新鲜竹笋 那么黄瓜放入改进后的机器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来试一下 好好好 黄瓜应该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要就是把它的皮扒下来 不要伤到里面的肉 黄瓜弄破了 说明它力量是够的 那它连这个都抓破的话 力量非常大 我们试一下看 好不好 瓶装水只是在硬度方面稍显薄弱 在抗摔抗击打两方面都表现得不错 现在看看机器威力是否够大 能不能刺破它的塑料外壳 让水流出来呢 这个好像打了好几个这个窟窿眼 瓶装水被刺破了好几个窟窿眼 那在测试中 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竹筒 会有什么情况呢 正当发明人和记者满心期待的时候 竹筒忽然被机器卡住了 为了避免损坏机器 记者赶紧让发明人关机 把竹筒取了出来 不行 但是它上面还是留下了这个痕迹 对吧 那我猜这样的情况下 它拨这个竹筍应该是可以的 对吧 对 因为竹筍它是有软性弹性的 周师傅的新机器这么厉害 通过了层层测试 记者赶紧通知了刘师傅过来 上次我来看了 那个只能不说的 我这里没用的 我要求很高的 真的真的好 拨的深的话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看一下 刘师傅 刘师傅 你过来了 你这里还自己带了审 对啊 我自己带了审 他这里 我不太相信 我这个审是常规的 刘师傅他可是 这个自己带了审 这是深的水 刚刚从层层挖来的 你说能播放这个水 可以啊 上次就抱怨白跑一趟的刘师傅 这次能满意吗 大家心里都有些忐忑 这个发明的确是不错啊 我们知道这个之前 给观众朋友们介绍的 发明项目 都是先把生存给煮熟了 那么笋壳也就软了 但是这项发明 是不用给它煮熟 直接生存就能够煲壳啊 没错 因为煮熟的笋和煲生笋 难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笋煮熟了以后呢 它这个外面的这些皮呢 是就比较容易剥离下来的 那么我们看我手里拿了一个 就是鲜笋啊 那么就是鲜笋呢 它的壳比较硬实 这个发明人做的这台 这台煲笋机呢 它在原有的这个 这种滚轮的这种 通过摩擦去包这个笋皮的 这个基础上呢 它加了一个就是压块 在上面加了一个挤压块 就相当于说 我们去包这个 就是找这个笋的这个毛边的时候呢 我用比较大的力量去挤压进去 这样的话就更容易把这个毛边 把它抓住 然后顺利的把它撕下来 这个是它的这个机器 可以包生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弹性结构很好 可以适应这个笋的大小啊 对 一般呢 我们一生有弹性 一般大家都会想到弹簧是吧 我们这个手里面拿了一个弹簧是吧 这个它很有弹性 而且我可以让它设计成 让它在一定范围内 不管笋大还笋小 它压力是基本接近的 但是呢 这种压簧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这个 在它的工作方向有弹性 但是呢 它在侧向 刚度也不好 就是软容易倒 就是一压的时候 容易压偏歪掉了 把这个笋给挤出去了 所以这个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采用另一种 这个弹性的装置 就是弹簧片 这个弹簧片 你看 它工作的时候 这个方向有弹性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有弹性的 斜着的方向 特别硬 在工作的时候 不会变形 这样的话 用它来去压这个笋的话 既可以保证 在工作方向上 有足够的弹性 同时又不会压偏 把这个笋压出来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模拟的道具 用这个纸壳代替这个弹簧 它整个都是用弹簧钢做的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用它来去压这个竹笋 这个竹笋在上面 它就用它来压在上面 这样的话 不管大笋小笋 都可以在上面 有一样的这个解压力 那它的这个使用效果 到底会如何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觉得还可以 那您应该要买一台了 是不是 是不是比人工快多少 我要跟他比试一下 所以您要先比过之后 比人工快了 对啊 你再买 效益到底怎么样 我要比试一下 周师傅 那你赶紧雷师傅比一下吗 赶 信心满满的周师傅 赶紧准备起损败 这边周师傅刚弄好 那边刘师傅 可就带着厂里的 两个包损能手 来到了现场 刘师傅 您这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周师傅 您这么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那我调好时间啊 好 三二一 开始 双方人马立刻开动起来 对于人工队的两位能手来说 包损早就是轻车熟路 他们速度很快 这一次比赛 虽说规模比较小 但刘师傅还是很重视的 他为两位能手准备的 是小巧轻便的美工刀 你好 我看您这个 这次用的这个刀 跟上次我去里面 柴里面用的刀不一样 对呀 这个刀比较小巧一点 而且比较快 变点速度会快 新机器的速度果然是非常快 框米的笋渐渐多了起来 看看人工队这边的损壳 他们包的似乎也不少 我不玩了 这么快 还停停停停停停停下来 把我时间停下来 我看一下 才两分52秒 真是很快 您的损可是没剥完 还剩那么多 你看这边可是全剥完了 你看都空了 全剥完了 你看这里它还没剥的还有 有壳 对呀 还有剥烂的呢 你看 机器包的有各种问题 哪人工的呢 你看我这个挺好的呢 是啊 您这个没有一根是烂的是吧 对呀 我一个手工一根不烂 方老师经过这么多严格的测试 效果都很好 为什么等到一开包 这个效果就不理想了呢 因为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呢 笋的形状大小各亿 那么它的这个挤压的力 都是非常难控制的 如果弹性的这个鸦片 挤压的力如果过大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笋 跟这个包管的接触 就是镇压力过大 容易把它表面划伤 另一方面呢 这个笋在这个整个滚子上 停留的时间 如果停留的时间特别长 它在上面包笋的那些小的凸起物 就不断地在上面去摩擦 它就非常容易 把它的那个表面损伤掉 包笋有破损呢 不但影响它的美观长度 同时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究竟是怎样的重大问题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但你这个 但你这个不烂的会影响口感啊 这个不会吧 笋被包烂后 真的会影响口感吗 双方各执一词 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们的记者 出了个主意 那好 那咱们就这个 到底影响口感 咱们这咱们说 炒几个再试一下 炒几个菜是吧 对 炒几个菜试一下 这边 我们请来恒春镇当地的一位厨师 分别用两种笋 做同样的三道菜 另外一边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便签 它们有什么用呢 先卖个关子 稍后再揭晓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桌子上 一共有六道菜 其中有三道是用人工队 烧的笋做的 另外三道是用机器队 烧的笋做的 现在我们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我们有请这个 各位食客进来 好 然后我们现在 这个请 就从这个师傅开始吧 好不好 你先尝一下 两边都要尝一下 对 就是这道菜 这一尝一下 这一尝一下 你觉得哪个菜好吃一些 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是吧 然后你觉得哪个好 你就把筷子扯到哪一边 如果觉得两边都好 就是一边翻一个 好不好 对 小姐其实我们是吃笋的 吃笋 吃笋 味道差不多了 味道差不多是吧 对 好 谢谢谢谢 很快六位食客都品尝完了 还投好了票 那么我们来看看 结果究竟是怎样 两种方式包的笋 在口感上 会有区别吗 这个我记得是刘师傅 您品尝的是吧 而且你还把两个票 都投 还有一位是您对吧 对 你们两位品尝的是这辆菜 您觉得这个 这个菜是人工消的 还是机器消的 机器消的 你觉得机器消的是吧 您觉得呢 我做这个是人工消的 人工消的是吧 因为你把两个块 都投给他了是吧 对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这个到底是机器消的 还是人工消的 机器消的 虽然刘师傅刻意支持了 画面右边的菜 他认为 这是人工包的笋 做出来的 可事实证明 他判断错了 另外有四名食客 直接表示 吃不出来分别 机器包的笋 虽然外观上有破笋 但两者在口感上 确实没什么区别 现在通过这个 这一轮的品尝 大家感觉这个菜 基本上是品不太出来 对吧 大家同意这个观念 对不对 基本上品不太出来了 不过刘师傅 似乎发现了新的问题 它这个东西有两个电器 两个电器是吧 对啊 两个电器浪费电 这个还有点不行 虽然机器包出来的笋 有破损的情况 但在口感上 与人工包的没差别 可破损多的话 还是会影响卖相当 而且两个电动机的设计 保持机器的生产成本 和使用成本都偏高 周师傅自己 也决心要进行改进 这一次目标明确 他没有多想 就一头扎进工作室 没过多久 我们又接到了他的电话 周师傅 你好 您这个是又新改进了 对吧 对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什么改进吗 主要是把这边 这边的压轮机构 重新改进了一下 改进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现在这个省滑下去 它的对省的压力 就是显得均匀一点了 不会像以前那样 一大一小一大一小 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我看这里 好像以前有一个电机 但现在就一个轮子了 对 这边传动机构 我也改了一下 直接从一个电机 就可以带到两套系统运转 周金蒂在第三代包损机中 主要对下压装置 进行了改进 下压装置与滚轴 共用一个动力系统 这样节省了制造成本 也节省了电力 同时 它对下压装置的内部结构 也进行了改进 由三片弹簧片 变成六片 这样弹力增加了 压损时 效果也更好了 这一代机器 看起来可是非常厉害 我们决定给它一个 有难度的挑战 这是我 你看 我们给你带来的挑战来了 增加难度 我这个不算难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我的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小的这么小 长的这么长 这个阿姨的 这么吃心怪状的都有 好不好不好呢 好不好 试试看吧 试试看 听起来周师傅的回答 底气不是很足呢 也难怪 这五根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的损 几乎包括了 长 短 粗 细 甚至是弯曲 等各种情况 要让它们都顺利被包壳 对机器来说 要以不变应万变 可是不容易呢 周师傅一会儿给滚舟刷油 一会儿又打开了动力系统的后盖 检查起来 记者也有些担心了 周师傅 整体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没有 没有加油 问你加油 问你加油 就是让它润滑一点 是吧 还没开始测试 机器就出问题了 这出师不利的情况 会不会影响之后的发挥呢 倒过了好一阵 周师傅终于排除了故障 测试正式开始了 现在这五根笋都已经播出来了 我自己对我挑的这根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播出来的这个效果 然后阿姨 您的两根笋 一根长的一根短的 你觉得怎么样 挺满意的 播得很干净 还是播得很干净 这个阿姨呢 对您是两根 长得比较奇怪的笋是吧 我这根弯的也很可以 周师傅呢 您自己觉得怎么样 对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满意是吧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要不然咱们找刘师傅再过来 再比一比 得知第三代设备既节省电力 有功能强大 各种不同形状的笋 都可以轻易被包掉笋壳 刘师傅带着六个人 赶到周师傅家 要来好包 理事一番 这次比赛 每队需要包三十公斤笋 人工队是六个大人 加上一个小帮手 机器队就只有周师傅一个人 现在大人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我就准备开始计时了 我数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人工队 加油 人工队 加油 人工队 人工队 加油 你看我看有没有什么用 你机器我也不可以加油 也听不懂 面对刘师傅的冷酬热谱 周师傅没有活力 他只是默默地继续放松 不过 速度好像不是很快 小朋友 你拨手好不好玩 好玩 累不累 累 那你快一点 你要比赛了是不是 你知道你们是来比赛的吗 不是啊 你不知道你们是来比赛的 我妈没等我说我来比赛 那你们先是来比赛的 你快一点好不好 我妈 帮你妈妈来比赛的 帮你妈妈加油 我的手 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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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包损需要不停的重复 没过多久 小朋友就有些不耐烦 一旁嗡嗡作响的包损机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双方继续奋战 不过看起来 周师傅的战果 可是要比人工队少呢 周师傅 你可要加油啊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你这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 有点小混血 你这又不是小毛鲤 那边的速度它会动 这个机器拍了也没用的 不听你话的 又不是人这个拍拍用的 速度很慢的 是 只有看见这个速度是 确实是比较慢 记者想起之前 适用第四个机器时代 有细节 慢一点 慢一点 不要扔得太快 就是这个 对 最好是让它 下去了之后 慢慢自行滑下去 就是扔太快了的话 有问题 容易夹住 容易被夹住 对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速度 没想到 被记者不幸严重 现在机器不但速度慢 还出现了 努师傅带领人工队 含着口号 士气高昂 大家包损的速度更快了 不完 我们真不完了 好 就不完了 好 停停停停停停 停下来 我要把时间停下来 我们现在用的时间是 10分21秒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周师傅这里是还剩下 哇 这里还剩下比较多啊 你这么 不能这么顶省啊 那刹刹菜的不够 我现在看这个 人工队这边基本上全弄完了是吧 是的 我宣布今天比赛的结果 获胜的一番是 人工队 好 周师傅情绪很低落 自己改进的第三代 本想既省电 又节约制造机器的成本 结果反而让速度慢了下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包老师 咱们这个发明都应该是越改越好 为什么上一代啊 看起来还已经是不错了 现在怎么越来越慢了呢 它的这个加工的速度呢 主要是由于它的驱动方式的 选取有关系 因为它的这个结构里面呢 它的这个 主的这个包 包这个 笋的这个滚子 和这个亚笋的这个滚子 它采用一个动力来源 如果速度不匹配的话 就会容易出现 一个是影响它的出损的效率 损卡在里面不出来 另一方面有可能会就翻转 影响这个损的品质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首先一个就是 得去根据这个实际的损的 这个就是加工的速率 去判断 它的这个 各个传动的速度 是不是合适的 是不是匹配的 找到这个匹配速度以后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 就是调整它传动的这个 传动笔来去 调整它的速度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装置里面 这是一个皮带上面 有三个轮子 是吧 那么如果我在这个 主传动轮 转动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轮子比 左侧的轮子要小 比这个轮子要大 那么它 转动的时候呢 它的转速 就会比这个转速要高一点 然后比小轮的转速要低一点 如果我们希望把这个 压滚的转速调上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压滚的传动的时候 选择更高 就是更小的这个减速比 这样的话就是 它的轮子的转速就上来了 反制也是一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发明人是如何改进的 他在比赛当中 最终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吗 我们继续讲 妻子的抱怨 让周师傅更加愧疚 他独自离开家门 去外面散心 回想起自己为这个发明 付出汗水和努力 更是不甘心 发明的道路上 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 这是每个发明人 都深刻体会的道理 周师傅调整好状态 又投入到机器的改进中 经过上百次反反复复的调试 他终于找到了一套合适的数据 周师傅 你好 这是新机器对吧 对 新改进的 真是很不错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就是相比之前有什么改进吗 以前那个就是 速度上提升了不少 以前那个速度太慢了 按照新的标准 重新制作了机器 在新一代包损机中 周金第一方面 将下压装置的传动轮大小 进行了改进 缩小了传动轮的直径 使传动轮的转速加快 另外一方面 滚轴的斜纹也进行了改进 螺旋形的纹路 不但提供了足够的摩擦力 还提供一个向下的推力 这样送损的速度 得到了很大提升 您说的这么好 是感觉 你都不用试了 对不对 不用试了 那个话可以找人来比一下 直接就比一下 不用试了 对 不用 那行那我们就赶紧去找他们来 周师傅这口气可是不小呢 他这次能成功吗 为了让双方都使展开手锏 为了让这次的比赛更精彩激烈 我们准备了大量的鲜损 差不多两千斤 把小腕都快堆满了呢 那您说咱们这个比赛两千斤怎么比合适 我看一人一半 谁先剥完谁先 这样不公平 这样不公平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个提议 要不然咱们这样 就是说这损半个小时剥得完吗 半个小时剥完 就是两个人一块剥 半个小时肯定是剥完 剥完 那这么的 我们就以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为一个界限 半个小时之内 咱们敞开来供应 谁剥的损多 谁就赢 好不好 这样可以 那咱们就各自准备去 好不好 双方都用大筐装好鲜损 依次来过撑 人工队一共拿了408斤 我看你搬了这么多损 比人工队那边还要多一些呢 我肯定能赢他们 好好那你加油 你们这都是一些娘子军是吧 这看我们娘子军 我们这娘子干活能手都算 这次比赛我们有十个人 虽然我不得不快 但其他人很厉害的 我们对这次比赛非常有信心的 现在呢我们有请这个柯书记 来我们当这次比赛的裁判 柯书记 你来介绍一下 好的 柯书记 你这边就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十多块 我肯定能赢 好的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不能够 六个人赢 肯定能赢你 你们六个人 再来四五块 我都不怕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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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叫几个人进来 你们再进来几个人 现在周师傅这边还是一个人 对不对 对 然后刘师傅这边已经是十个人了 对 好 那我也做好 准备要计时了 那有请这个柯书记来宣布 我宣布 现在比赛开始 这次终极之战 终于正式打响了 人工队这边是卯足了奖 盼了一举获胜 周师傅更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台 改了若干次 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机器上 现在呢 我宣布一个重要的规则 如果你今天支持的队赢了的话 你就可以免费的拿损 好不好 现在支持这个人工队人在这边 支持机器人在那边 经过好几代改进的机器 实力不容小觑 可十个包损能手的人工队 更是战斗力强大 一台机器迎战十个包损能手 结果还真不好判断呢 每队都有自己支持者 大哥我看你第一个就跑过来了是吧 你这么支持机器队 对 机器快 那你觉得你今天能拿到损吗 来拿到来拿到一定能拿到 您是支持机器队是吧 是的 为什么 我支持快呀 那您觉得你今天你能拿到多少损 十斤八斤肯定拿不到 起码拿二十斤左右 拿回家塞损干 他奋斗的我拿多少 支持成功队 为什么 成功四个人肯定比得不支持的呀 人工队人多嘛 人多嘛力量大 我觉得支持队会有 为什么 这个支持快乐 还没过多久 机器队就已经包好了满满一框 周师傅换上了一个容量更大的大框 看来这新机器的速度可是相当的快了 人工队可要加油啊 眼看比赛越来越激烈 原本不支持周师傅的妻子 也给他端来了水 看来不论如何 他这次改进的机器至少是赢得了妻子的认同 周师傅 我看您都喝水来了 没事 我都这么多不出来了 你看我肯定能赢 你不怕他们超过你啊 不怕 我机器快啊 是不是 别对你能赢 那你小心点 我去他那边看一下 你小心点啊 快点啊 周师傅 我看机器队那边多了好多了 看您这好像没有他们那么多呢 看着周师傅一副过于自信的样子 我们忍不住想提醒他 周师傅 别忘了龟兔赛跑的故事 诶 周师傅 周师傅 你这机器都没声音了 停下了 好像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这开关是开关跳了吗 跳啥了是吧 那你去看一下 我当时看到他们还有这么一大分 我吓了一大跳 我赶紧加紧脚步进去 当时我长了半分 就是为了麻痹代险 这是我们的战士 周师傅 你这个找到原因了吗 找到原因了吗 找到原因了 你这个冒火了吗 上边跳砸了 您说您这个可能这个冒火什么之类的 上面跳砸了是吧 对 那你这个冒火什么之类的 您这个整个电源放到这个地上 安不安全 这个零食用一下 这个不要紧 那你这样塞完了吗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要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 终于解决了电源的问题 周师傅赶紧加快了速度 人工队这边也是丝毫不怠慢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很累 很累了 手指了就不可能 你还能再坚持吗 坚持不了 坚持不了了 你能再坚持 很快可能就获胜了 加油加油加油 当时我看到这些大姐妹 其实感觉他们也比较累了 我看到刘师傅也在敲腰什么的 我知道他们已经肯定感觉很累了 当时我自己也很累了 看到员工也感觉很累了 这股最累我们 我们也要把它限制下来 刘师傅 我看周师傅那里好像比较多呢 怎么样 其实你有压力了 没有压力了 那你觉得这次比赛能赢吗 能赢吧 当时其实跑过来说话 我很着急的没时间搭理他了 好好好那你想别的太辛苦了 你丢着点 还剩最后五分钟了 大家抓紧时间拼尽力 科书记 你看这个时间快到了 五四三二一 大家大家快快停下来 停下来 行行行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两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好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人工队是233斤了 然后周师傅您自己觉得您会是多少 我估计300斤左右吧 你觉得怎么样 他有可能300斤吗 我估计他们200斤都不到 是吧 机器队最后的成品是288斤 要高于人工队的233斤 周师傅凭着自己改进好的机器 终于战胜了十个包损高手的挑战 您这个拿了水了是吧 这个拿了多少水了 四五斤有吧 四五斤啊 你不是说您要拿二十斤吗 拿不动啊 意思意思 那你现在高兴吗 是吧 只是机器来吧 好好好 那你回去吧 好好吃水吧 拜拜 谢谢你们的水啊 好好拜拜 拜拜 周金帝发明的包损机 利用弹性的下压装置 与滚轴中的刀片 可以轻松实现 对生损进行包壳 经过机带改进后 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比赛中 它的效率要超过十个人工 半小时就包了近三百斤损 出损率也达到近百分之五十九 刚刚看到这个周金帝发明的包损机 还是挺有意思的 在这儿给它提两点建议 第一呢 是在横轴的地方 加一个喷水的装置 这个喷水的装置 有两方面的作用 一个呢 是润滑 可以保持 有助于保持损的这个形状 再有一个呢 是降温 适当的降温 也有助于损 能够保持到原有的风味 第二个这个建议呢 就是建议它呢 适当的提高自动化的程度 因为现在喂料完全是完工的 人呢 需要不停的去捡这个料 往里放 而且放不正的时候呢 还要拿一个小棍儿 去拨它一下 实际上这个呢 也从安全的角度上说呢 也有一定的从来经的隐患 所以说呢 我建议呢 它适当提高自动化的程度 这样的 把这个喂料的过程呢 变成自动的 既降低了人的劳动强度 又提高了 安全性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呢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栏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王子熙老师 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呢 您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他喜欢享受静静等待后 钓到大鱼的机动 好大一条鱼 上鱼了 他也深知发明失败后 无言一对的辛苦 他用钓鱼和发明 证明自己 小小一个鱼魂 又是怎样让它 成为传说中的神钓手呢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魔盒巧吊